62岁男子三高都控制好了 还是突然心梗 他忽略了一个指标 三高是我国中老年人最常见的代谢障碍性疾病 主要指的是高血糖 高血脂和高血压 常好发育久坐人群 肥胖患者以及中老年人 患有三高的人群 常需要在采取药物控制的基础上 结合生活方式和饮食结构的调整 否则很容易引发心脑血管疾病 导致心梗脑促重 72岁的李大爷是北方人 平时吃东西口味一直偏重 也喜欢吃面食 多年前跟随妻子来到南方后 爱上了香辣鲜麻的本地菜 平时不论吃啥都讲究一口咸鲜 但这种长期高炎量的摄入 也让李大爷在老年期间患上了高血压病 不得不戒掉高炎高脂饮食 还得吃药控制血压 彻底过上了清汤寡水的日子 2018年7月22日 李大爷在老年活动中心跟一群排友一起下棋时 忽然感觉到心脏一阵抽痛 他连忙捂住胸口 弯下腰大口喘了几口气 过了一阵感觉心跳恢复正常了 李大爷缓过进来 周围几个老友劝他回家休息 李大爷却摆摆手说不要紧 转头便将这事儿抛之脑后继续下棋了 其实这便是预兆 但由于李大爷对自己身体发出的异常信号的忽视 健康悄然从他身边溜走 2018年9月份开始 李大爷总会时不时感觉到身体上的不适 有时是异常觉得口渴 饥饿感增强 有时又觉得自己频繁咽尿 而且经常出现一过性的手脚麻木 但由于持续时间都不长 对生活的影响也不明显 李大爷此时还抱着侥幸心理 忽视掉了身体给出的这些星星点点的提示 然而在2018年 11月3日下午 刚吃完晚饭的李大爷忽然感觉到自己一阵头晕 恶心 加快速度大口呼吸 还觉得喘不过气 心中莫名慌乱的李大爷试图坐下歇一会儿 然而还没等到李大爷走到椅子上坐下 便因为意识模糊晕了过去 家人将李大爷送到医院 医生刚接诊 就闻到李大爷呼气时传出的一阵烂苹果气味 一侧血糖高达22.6毫米OL 血液中的碳酸氢跟离子为7.90毫米OL 血液PH为7.14 血同体5.23毫米OL 除此之外 肿胆固醇和肝油三质也全都偏高 果然李大爷正是因为糖尿病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导致的昏迷铜症酸中毒 铜症酸中毒一般分为糖尿病铜症酸中毒 酒精性铜症酸中毒和饥饿型铜症酸中毒 根据具体的病因不同而划分 通常是因为患者体内的铜体蓄积过多 超过人体的代谢能力从而导致血液酸减度下降 引发中毒 确定病人情况后 医生立刻给予李大爷心电监护 吸氧 测量血压为80分之107毫米Hook 普通胰岛素蹦入 迅速补业 纠正缺水状态 同时控制输液量 避免诱发新功能不全 带李大爷醒来后 一家人悬着的心才放下 医生这才交代李大爷 原本的三高李大爷才只有高血压一项 而由于李大爷自己的忽视 这下三项都占全了 如果再不控制下来的话 关心病 心梗 脑梗迟早都会找上门来 李大爷这才真正意识到 身体的小问题 视而不见就会拖成大问题 以后一定要下定决心控制好三高 这次出院后 李大爷吸取经验教训 积极展开抗三高运动 每天都严格控制自己的饮食 而且还增加了每天的运动锻炼 也不怎么去棋牌室下棋打牌了 有空就在家研究怎么吃更健康 更重要的是 他现在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去社区医院 抽血检查一下血糖血脂和血压 确定自己的三个值都慢慢降下来了 基本处于健康状态 原以为控制好三高 李大爷就能远离关心病和心梗 但2022年12月29日下午 李大爷再次感到心前驱振发性闷痛 呼吸也有些急促 家人察觉李大爷的不是后询问 李大爷一句有点凶闷简单带过 半小时之后 李大爷出现面色潮红 呼吸困难 心前驱脚痛 意识模糊 被家人送往医院 来到医院 医生迅速确认了李大爷的症状 探断可能为心梗 紧急安排了抽血和CT 同时询问家人李大爷 近段时间血糖血脂和血压的控制情况 得知三高都控制得很好 医生感到很诧异 到底是真的控制得很好 还是李大爷故意瞒着家里人的呢 经过检查 血压为76分之100毫米 血糖为6.4毫米OL 总胆固存为5.06毫米OL 确实都处于正常范围 这代表李大爷的三高 确实都控制得很好 但心电图显示李大爷ST段高屏 T波高间 这是心肌缺血的典型现象 关脉造影也显示 李大爷的左前降之狭窄程度 为50%以上 而诱发这次心梗的原因 就是由于动脉斑块破裂 血栓堵塞血管引发了心肌缺血性坏死 可是明明李大爷的三高都控制得很好 而且自己经常去社区医院检查 并没有三高异常的现象 那到底为什么还是会引起心梗呢 这时科室主任看住李大爷的检查报告 审司片刻迅速交代 护士再次给李大爷抽血 注重检查其中一个指标 这一查果然发现 李大爷血液中的这个指标竟然高达1800多 通常高于300就有可能引发心梗 更不要提李大爷现在已经高达正常人的六倍多了 众人这才恍然大悟 日常检查万万不能忽略了这个指标 否则即便控制好三高 仍旧有可能像李大爷一样 在这个指标上栽大跟头 主任所说的这个指标 便是人体血液中的脂蛋白LPA的浓度 经过再一次的抽血检查 李大爷血液中的LPA高达1870毫克L 一般认为血清LPA的浓度达到300毫克L 为临界水平 高于300则为异常增高 通常来说 动脉周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 容易引发心梗和脑促中最重要的危险因素 为脂质异常 故降低血清低密度之蛋白和总胆固醇浓度 是目前临床上治疗血脂异常患者的主要关注点 但仍旧有很大一部分患者 即便脂质浓度正常 仍然有很大可能诱发心肌缺血性心脏病 经研究发现 LPA升高是以往在治疗过程中容易被忽视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 高浓度的LPA在血管内部不断积累 会引发氧化磷汁不断与汁转运结合 释放炎症因子 启动炎症细胞目击 这将会不断加重血管壁的炎症 并且会促进原有斑块发生坏死脱落 从而引发急性事件如心梗脑促重等等 视频 如下期见 靠近 蜜蜜蜀